吞下这条笔记虫就能获得个十万 外加世界第一勇士牌匾 你愿意吗 眼睛正男人名叫山姆·巴拉德 2010年19岁的他正在悉尼读大学 人长得又高又帅 不仅是橄榄球队的风云人物 还是近朋好友眼中的无敌猛男 然而不久 一场派对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那天山姆和一众好友围坐在花园里 喝酒happy 畅谈人生 随着聚会的进行 几人在花园里发现了一只天真无邪的阔鱼 突发奇想脑子一冲 提出适胆大冒险 谁敢吃了他 这可是从未有人敢接受的挑战 喝懵上头的山姆一听 二话不说就是干 拎起来一口吞了下去 一行人看得目瞪口呆 开怀大笑 之后的几天一切正常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不久 山姆开始感觉双腿剧烈疼痛 吓得他赶紧询问老妈 这是否与阔鱼有关 结果得到了否定回答 没有人会因此生病的 老妈信誓旦旦 双腿越来越疼 还开始间歇性头晕 并伴有呕吐 随着时间的推移 病痛愈眼愈眉 下人急忙将其送往 皇家北海岸医院 经检查 一生虫山姆的血液中 发现了广东猪血献虫 又名鼠肺虫 是一种寄生在非洲大蜗牛 或阔鱼等软体动物体内的寄生虫 如果人类吃进肚物的话 献虫就会进入体内 进而引发脑炎 脑膜炎 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导致死亡 不久 山姆就被诊断出 嗜酸性脑膜炎 在医院整整昏迷了420点 再次醒来时 她以四肢瘫痪 与人交流都很困难 中院三年后 山姆终于出院 但一无站起来的可能 全靠轮椅带步 鼻胃管胃食 甚至还长时间受到癫痫的折磨 身体也无法自行控制体温 需要专人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 与当初那位阳光大男孩 简直是天壤之别 为此 全家人轮番上阵贴身照顾 橄榄球队员四处筹钱 申请补助 可惜杯水车薪 目前 他们已欠下25000英镑的护理费用 庞大的医疗费 压得喘不过气 儿子备受折磨 却又无可奈何 母亲看的眼里 腾在心里 表示自己并不责怪山姆的朋友 只期盼着 儿子日后能恢复步行能力 哪怕是 能够自己独立进食 可惜 最后的冤枉落空 以前我总是觉得 她是所向无敌的 但这场意外 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 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2018年 受尽折磨的山姆 在家人兄弟队友的怀抱中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爱你 妈妈 山姆吃阔鱼去世 下面这位只因吃了口剩饭 竟多器官衰竭 最后惨遭截肢 眼前这个男孩名叫JC 19岁大学生 那天中午 因天气太冷 不想出门买饭 他便吃掉了室友 昨晚带回来的剩面条 一碗鸡丝炒面下肚 男人感觉自己的胃在抽搐 颤抖 感觉里面积聚的气体 但又没有胀气 几个小时过去 开始出现剧烈腹痛和恶心 肌肉疼痛 体温升高 呼吸愈发困难 视线逐渐模糊 眼球仿佛要从脑壳里挤出去了 室友回来后急忙将其送往医院 那份炒面 昨晚他吃了也吐了 吐完之后感觉好多了 本想扔掉 结果忘了个一干二净 相比之下 JC就没那么好运了 经检查 他的体温高达40.56度 脉搏达每分钟166次 医疗团队随即用上广普抗生素 但效果甚微 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 JC呼吸恶化 血压骤降 低氧血症 脉搏微弱 器官衰竭 全身出现弥漫性皮疹 医院手足无措 急忙喊来直升机 将其送往医疗资源供充足的 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 转院后 医生迅速诊断出 JC患上了脑膜炎囚菌血症 细菌在血液内飘散 血小板减少 血液凝结 多脏气衰竭 唯一的好消息是 瞳孔等大等圆 说明大脑暂无大碍 经过治疗 JC逐渐稳定下来 捡回来一条命 大约26天后 逐渐恢复了意识 但腿和脚部 皆出现了坏居 最终男人迫不得已 把两条腿膝盖以下 以及十根手指 全部截肢 同样是 吃了有问题的肌肉面 为何室友安人无恙 而JC却如此之惨 经检查 男人本身没有过敏食 也没有酗酒的习惯 脑膜炎囚菌 是通过唾液传播的 室友之所以无大碍 是因为人家打了 两针脑膜炎囚菌疫苗 而JC在中学之前 接种了一针 四年后 并未接种强化疫苗 好家伙 一碗剩饭引发的血案 007文心提示 JC属于个案 是一系列巧合 所共同促成的一起离奇案例 不是为了煽动大家 对吃剩菜的恐惧哦 剩菜冷藏保存 加热到位 还是可以食用的 注意 放的时间过长的剩饭 要尽快扔掉 如有不适 尽快就医 生命有时候 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